这个预测的话题 今天呢主要是关于这个 官司 企业风水 洋宅 阴宅风水方面的预测 方面的预测 也会更直接一些 也会更简单直接一些 首先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部分 官司的预测 官司的预测 如果是说按照以前的讲法的话 可能会更加的繁琐一点 以前的话就是说 原告是直服 被告呢是直服落宫的 这个天盘杆转成地盘杆 法院呢是开门 律师呢是经门 然后传票呢是钉 警门呢是这个 苏聪状 然后证人呢是六合 像这种啊用审 他等等等等 还有很多 然后呢再通过这一系列的用审 进行什么对比参考解读 得出来一系列的这个 相关的这个 答案吧相当于 但是实际上我们 这只是说是针对这个 预测应用这一块来讲的话 我们 主要是什么 主要其实就是看这个预测人的年命 啊金门和白虎就已经是什么 差不多了啊 差不多了 预测人来找你预测官司了 预测官司了 就说明什么呢 就是说他最后的这个目的 无非就是想啊 要么是说能够赢了这场官司 要么就是说怎么样想去平息这个关系 官司对不对 那么我们来看哈 我们来看 那预测人的年命 预测官就代表着这个人他目前的状态实力 或者是说他在这个官司里面有没有受到其他人或者其他状况的一些牵扯等等啊 金门呢 就是这个官司口水的主要用神啊 主要用神 也是能够具体的解释出来这个官司他具体的一个状态 白虎呢 我们说是他是什么公检法类型的 他也是整个的这个局里面啊 最大的一个凶神 如果是说我们的年命或者是金门临到了白虎了 也就是说这个官司他带来的这种影响是比较大的 比较大的比较严重的 他牵扯的范围也是比较广的 甚至是说直接会被这个公检法的部门啊 直接就是会对应到对应到 尤其是什么呢 尤其是我们需要注意一下这个渡门 渡门怎么讲呢 我们说渡门是隐藏对不对 隐藏把一个人藏住 但是在这个官司里面的隐藏呢 就可能是什么 可能会面临这个判刑 当我们遇到白虎加渡门的时候 白虎加渡门 年命加渡门 或者是白虎加渡门加年命的时候 像这种情况下 一般来讲就是说你已经有官司了 已经有官司了 我们来测啊 这个官司对你产生什么影响的时候 那么这个影响啊 可能就是比较坏了 比较坏 就可能会面临到什么 被判刑被抓被双规 对不对 直接就进去了这种状态 这种状态 像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牢狱之灾 它是很难跑掉的 也是很难去运筹和化解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来看一下旁边这个案例 旁边这个案例呢 它是跟虚年的人 跟虚年的人来问的 它是来为什么 它是来测一个官司 来测一个官司 我们来看一下啊 首先看他的年命 羹 羹打开呢 到哪里 是不是到了前宫 对不对 前宫空王太阴 太阴 天忠心渡门 羹加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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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羹加鬼水 像这种状态下 这种状态下 羹 临着渡门 又有一个鬼水的情况下 我们在这个相议解读的时候 是不是说过 天罗帝王 天罗是什么 是刃 帝王是谁 是鬼水 如果是说 这个人他来测官司 又临着渡门 或者临着刃 临着鬼水的时候 像这种情况下 基本上是什么 是已经是 落网了 已经是落网了 已经是落网了 然后他家里人就来问了 他家里人就来问 看有没有什么办法 有没有什么办法 然后 我们 看到这个信息之后 我们说这个 羹 羹粘命的人 临到渡门之后 可能是已经被抓起来了 已经是被抓起来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再来看一下 将这个羹去打开来看 是什么呢 是白虎已加饼 天心死门 天心死门 白虎天心加死门 这是一个很凶的一个格局 对不对 很凶的一个格局 那白虎加死门 白虎是什么 白虎是公检法 好点的是公检法 坏点的是什么 是 射黑 射黑 也就证明什么 证明这个人的情况 已经是什么 已经是白日化了 白日化 公检法 已经是射入的 而且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死局 是一个死局 在具体的 又去问了一下之后呢 才知道啊 这个人他是因为什么 因为射黑 因为射黑 才被什么 抓进去的 抓进去的 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 2020年 2020年那个时候是什么 打黑啊 最敏感的是好 他这个人 他找了很多关系 花了很多的钱 他家人找了很多关系 花了很多钱 但是就是没有人敢沾啊 没有人敢沾这个 也没有人愿意碰啊 碰这件事情 碰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相对于我们 这种小老百姓来讲的话 我们更沾不得碰不得 所以说啊 所以说大家以后 如果是说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 你也不要强着啊 强硬着去干什么 他这里还有一个什么呢 他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 耕 他自己是耕对不对 年命是耕 然后太岁是不是也是耕 太岁压在头上 太岁压在头上 又把这空王给填实 这个是什么 板上钉钉的事情 板上钉钉的事情 我们也好啊 是就是 其他人也好吧 我们只是作为一个预测师来讲 预测师来讲 我们只是作为一个预测师来讲 我们没有必要和谁啊 和太岁顶着干 对不对 我们没有必要和太岁顶着干 你顶不好的情况下 把自己再给顶进去了 这个呢就是 我们实际当中啊 你遇到这个关死关灾 或者是遇到这个 这个 甚至是遇到这个老玉的时候 我们具体要看的 具体要看的一件事情 你像遇到这个更加渡门 你已经知道它已经进去了 这个时候 相对经门来讲的话 我们就可以不用看了 就可以不用看了 OK 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啊 再接着往下看 这个案例 这个案例呢是一个61年的人 61年的人来测 来测 我们来看61年是谁啊 是新 是新 新在哪里啊 新在这里 是不是在正宫 新有什么问题啊 新啊 他直接遇到一个什么问题 是白虎加渡门 OK 又进去的 又是进去的一个死局 又是进去的一个死局 白虎加渡门 比他临到渡门还要再严重 对不对 还要再严重 然后呢 下面是什么 是物畸形 因为什么呢 因为钱啊 钱方面的问题啊 直接就进去了 你像这两个案例 如果是说 针对官司来讲的话 它是相对来讲 是比较极端的啊 比较极端的 那么通常情况下呢 如果是说 我们怎么讲呢 如果是说 你的年命啊 也不是 如果是说 这个求策人的年命 他临到金门的情况下 我们直接就断什么呢 直接就断他 有官司口舌 直接就断他 有官司口舌 如果是金门落宫 金门落宫 刻着这个人的年命 落宫的情况下 也就是说这个官司啊 这官司对他什么 对他没有什么好处啊 没有什么好处 如果是说 年命遇到洞门 再遇到这个 白虎家洞门的时候 啊 金门的作用 相对来讲就是什么 就变小了啊 就变小了 基本上就是会被什么 会被判刑的一种 一种状态 所以说这几个用神呢 也是什么 也是后期在咱们这个 运筹方面啊 像这几个用神 年命金门白虎 白虎洞门 这几个用神来讲的话 其实是在我们后期的 运筹方面啊 运筹方面 他这个官司官司的主要啊 主要用神 主要用神 预测的时候 我们用这几个用神 大体的去判断一下啊 他的脊胸啊 他的脊胸就可以了 因为官司咱们实际来讲 你你测的再准 再什么再什么的话 啊 他们要的最后的结果啊 他们要的最后 还是最后的结果 最后的结果 如果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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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要啊 把这个官司这一块 你想要解读的更加细致一点啊 更加细致一点啊 更加细致一点 那么也很简单 你就把什么 我们刚刚讲过的 刚刚讲过的是什么呢 原告 原告 是直服 被告 是直服 是否判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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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我们刚刚说的钉 是传票 六合 证人 还有一个是警门 是诉 你就可以根据这些用程 去进行细致的解读 进行细致的解读 进行细致的解读 有没有帮我们去搜集相关的证据 对不对 就是这一块啊 就是这一块 但是最后的结论和结果这一块啊 结论和结果的话 我们其实还是什么 参考这一块就行了 金门生着年命啊 这个官司对于我们来讲比较好 金门克着年命 我们就可能会输 就很简单啊 对不对 OK 我们再来接下来看第二部分 叫做企业风水的预测 企业风水预测 呃我们首先来讲啊 我们首先来讲主要是看的是什么 开门生门和务 然后是什么是主要负责人的年命 或者是说啊老板的 老板的年命 老板的年命 开门呢代表企业本身的整体状况 开门是企业公司发展嘛 它会代表企业本身的整体状况 如果是说你看到这个局 开门空亡了 如果是说这个局你看到什么 看到是开门空亡了 那么这个企业就可能会遇到什么 停产停滞的状态 如果是说它的开门遇到四害了 表示有难题或者是相关的困境 那生门呢是代表什么 项目利润残源 代表这个企业的项目盈利状态 啊生产利润状态 如果是生门出现问题 那么就是他们赚钱的来源出现了问题 生产出现了问题 物呢是代表这个企业的财务资金 融资和投资状态 也是什么 也是这个企业的财务 或者是它的资金的实力 实力的一个代表 那主要负责人的年命 或者是这个老板的年命 是看什么呢 是看这个人的运气和状态如何 尤其是这个企业老板的运气 基本上就决定了他所办企业的运气 啊 企业所办企业的运气 那么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这个案例啊 这个案例 这一家企业 这一家企业我们先看什么呢 先看年命啊 先看年命 这个案例呢是什么呢 是更年命的人来测 挡住了对不对 奇怪一点 更年命的人来测 我们先看一下更 更落在了 镇宫 更落在了镇宫 更加几玄武渡门 玄武是什么 玄武就是 小人嘛 招小人 对不对 渡门呢 就是 受限 又少 又有小人 又有受限 很难受的一种状态 然后第二个我们来看什么 开门 看一下开门在哪里 开门在对宫 在对宫 开门 是不是克着 他的 年命工 开门克着年命工的状态下呢 是企业克着他 不是一件好事情啊 自己的企业克着自己 只能是说什么了 越做他越难做 越做越难做 然后再来看什么 再来看声门 声门在砍工 声门在砍工 砍工为水啊 他生着 他生着年命落宫 他生着年命落宫 但是呢 声门的问题是什么 声门是又空无又门破 对不对 生产 出现了问题 声门空无 就是说他生产也停了 对吧 声门出现问题 压根就没有能量啊 没有东西去给他去赚钱了 所以说他只是生着 但是他没有能力生 相当于就是说什么呢 相当于就是说 我承诺我给你一百块钱 但是我都是压根 连一块钱都没有 我也给不了你 我只是给你一个空口 空口的一个承诺嘛 然后呢我们再来去看什么 看这个物 看他的这个财物状态 物呢是落在了离挂 落在了离宫 在离宫呢是物心加饼 九天天瑞心死门 这里呢有什么呢 是有一个物心 物心心出现了畸形 饼呢是乱子 物心加在一块的时候呢 我们就说是什么 是钱出现问题 行为问题嘛 钱出现了问题 九天天瑞心死门 然后停在那里了 内障外障呢 九天远处的嘛 对不对 内障外障呢也是一团乱 出现了很多问题 我们将这些看了之后呢 大体看了之后呢 基本上就是就可以知道什么 他的企业状况很乱很乱 年面在镇宫 镇宫呢也是什么呢 镇宫也是代表什么 企业的发展 镇宫也可以代表企业的发展 发展临到了渡门 想发展但是发展不上去 玄武呢还有小人给他找麻烦 对不对 财务呢死门死掉了 财务物死门嘛死掉了 物心打开 你们把物心打开 到什么 到昆宫 直伏鬼入木物心天柱心金门 金门是什么 金门是官司 官司口舌 直伏 鬼 物心天柱心金门 直伏家金门 那比较大的官司 比较大的官司 比较大的官司 比如说什么呢 财务方面出现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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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产生了官司 因为一些官司导致他财务上出现了问题 对不对 这种状态下呢 很大程度是什么 是死门代表着他的资金被冻结 打官司嘛 打官司资金被冻结 用不了他账面上的这些钱了 生门呢 在这里又是门破 临着六合 生门门破临着六合 六合是什么 六合是合作 合作 订单 合作的订单出现了问题 空了 别人不给他订单做了 所以说他的整个的这个生产也就停掉了 生产也就停掉了 像这个预测来讲呢 到这里都已经差不多了 到这里就已经差不多了 深入点呢 你还可以说 你还可以说什么呢 说 他的 他的公司里面啊 他还给他的这个公司里面 或者工厂里面做了什么 做了风水布局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年命羹 是不是临着玄武 玄武呢 就是风水布局的一个用神 风水布局的一个用神 他在这个位置放了什么呢 放了羹加几 天父亲家杜门 羹加几的情况下 你要么是石头的对不对 要么是金属的这种工艺品啊 还有可能是什么的 张着嘴巴的这种更加挤嘛 挤是张着嘴的 有孔的这种神兽 然后这个东西你放上去之后呢 就遇到什么 就遇到这种困境啊 就遇到这种困境 预测呢 是咱们运筹啊 预测是咱们后期运筹的这种敲门砖 运筹呢 才是我们实战收获的时候 所以说上面的这些问题 给他说定之后呢 你就斩筋截铁的跟他说 你说你现在遇到哪些问题啊 这个问题呢 是因为官司导致的你 钱财方面出现问题 然后呢 你的这个合作 停了 订单停了 然后也没有了这个什么 赚钱这种来源 你现在左右文难上上不去 下下不来 对不对 你把这些问题跟他说定之后 再跟他说啊 你是不是附了这个风水阵 啊 放了某某某些东西之后 然后这个问题啊 你的这种就困境啊 越加的这种明显 你把这种问题呢 你气数足一点嘛 给他说定 对不对 让他 让他好好的想一想 再问他什么 你想不想好啊 如果想好的话 你就重新帮他运筹 就可以了嘛 这个单子就下来了嘛 对不对 这呢就是啊 企业风水啊 企业风水 我们就认准了开门生门 勿黏命去解读就好了 因为企业里面 他就是什么问题呢 企业他开办 这个企业他就是为了什么 他就是为了赚钱的 对不对 那能够挡住他赚钱的路子 你要么是合作出问题 要么是他自己的决策出问题 要么就是风水布局 或者是大环境出问题 对不对 你把这些给他处理好之后 他基本上 基本上啊 基本上啊 也就可以运行的很顺利了 运行的很顺利 然后下面咱们再看啊 这个案例 这个案例呢是任年命的人 任年命的人来预测 来预测 我们来看一下啊 任年命直接到这个公务里面 是在哪里啊 是不是在离工 在离工 离工 己家任执服以天瑞心开门 执服加开门 执服加开门 我们说到企业的时候 开门为什么 为企业对不对 为企业执服为什么 为名气 又在离工 离工又是很高的 很扩散这种名气 所以说呢 他的企业是一家很有名气的 一个企业 一个企业 一个公司 是说他是一家什么 很大型的 因为执服嘛 很大型的一个公司 然后他是做什么呢 他们 他们呢 是一家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 然后他来预测的时候 肯定是有问题嘛 对不对 肯定是有问题 这里也出现了什么 天润心 天润心就代表问题 代表问题 然后呢 他这里是什么 还有个技工 他是任嘛 他是记在挤后面的 记在挤后面的 记在挤后面的 他是作为什么 他是作为 既干在的 所以说他还不是他们公司的最大的掌权者或者是这个负责人 他只是什么 他只是跟在这个挤后面的一个一个管理管理者管理人管理人 嗯 然后相对应的一些问题来讲的话 因为他有个技工在嘛 他对应的一些问题的情况下呢 他的这个问题可能还是比较多方面的或者是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就把什么 把这个 把这个 把这个挤家润啊 挤家润 挤家润打开看一下 看一下他到底有什么事 挤家润打开之后呢 挤家润打开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啊 在训工 九天以加新天一天金门 金门门破 又出现了这个金门 金门门破 只要是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断啊 官司口舌 出现了官司口舌方面的事情 然后呢 天瑞先加开门 开门为什么 为事业 为企业嘛 为企业 企业方面出现问题 企业发展 企业发展方面出现问题 然后这个问题呢 和官司口舌 有关联 有关联 你基本上就是把它 主要来的这个问题 给它定住了 给它定住了 然后 然后呢 我们再把什么呢 再把这个局总体的来看一下 总体的来看一下 你已经知道啊 它的问题出现在这个官司口舌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再来看一下什么 看一下这个工位里面 整体的工位里面 哪个工位对它来讲是最不利的 最不利的 因为你像这种企业风水来讲 它的看法有可能和平常的一些看法 可能会稍微的有点差别 有点差别 它是什么 它是公司的发展方面遇到了问题 遇到了问题和这个官司口舌又有关联 有关联 那么这个问题对它来讲也是什么 也是影响非常大的 影响非常大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看一下啊 整体的九宫阁里面 是哪个工位来刻着它 是不是对工的这个 砍水工 砍水工来刻着 它的这个年命工位 年命工位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砍工 砍工是什么 白虎 饼加五 天人心肚门 天人心肚门 白虎 白虎加肚门 又出现了啊 白虎加肚门 我们说在这个官司预测里面 它是比较凶的 对不对 它是代表会有什么 具体 具体判刑啊 或者是执行啊 这一块的 然后饼 饼加五 饼加五 饼还是什么呢 饼还是年肝 年肝 年肝为领导啊 最大领导 白虎的最大领导 我们说公监法里面最大领导吧 对不对 这个就是和什么 和这个 国家方面啊 和国家方面 它就是什么 它就 扯上关系了 它就扯上关系了 这个砍工呢 也就相当于什么 砍工呢 也就相当于 政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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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刻着它 也就是说 啊 国家想让它 搞点 想搞它 或者是说政府部门 想去搞它 为什么搞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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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这个饼打开看 饼打开看到 钱宫 前宫是什么 前宫是六合五家鬼天平三门 OK 钱出现了 钱出现了 钱家烧门 钱家烧门 那时候可能就说啊 因为钱 想要找他们去要钱嘛 然后就找那些理由 让他们什么 让他们 升门空王 停产 让他们停产嘛 对不对 让他们停产 然后就这样耗着 耗着他们 只要他们一停产 没有了这个钱的来源 对不对 他们的这个合作 合作订单交不上去 然后他们的运动 就会出现问题 反正政府部门 又不怕这样耗着你嘛 又不怕这样耗着你 你呢 你就没办法 你就急得团团转嘛 就另 就得拖人啊 或者是想办法 怎么怎么样 怎么样 你或者就是什么呢 或者就是说 就是说 给他们交些钱 给他们交些钱 交到他们满 满意为止 他们呢 也就把这个 相关的一些限制呢 给你去掉 相关的一些限制给你去掉 所以说 这个企业预测呢 我们主要也就是看这些 主要呢 也就是看这些 用这些找到主要的 这个问题之后啊 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之后呢 我们后期也是一样 后期就是根据这些进行处理 进行运筹 进行运筹 所以企业方面 它整体的运筹方面来讲的话 也是主要参考这些方面 然后呢 做的东西 同时可能做的东西 也就比较多 比较多 那现在目前为止的情况下呢 我们也只是用它去进行什么 进行预测 进行预测 测出来 他们企业面临什么的问题 他们的财务面临什么问题 他们的生产经营面临什么的问题 我们把这些测出来就好了 下面呢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洋宅的风水预测 洋宅呢 在我们的这个硬盘旗门里面 洋宅 主要是看什么 看生门 生门是洋宅的 专有用神 然后呢 再看石干 石干呢 是代表这个房子现在的状态 生门呢 是代表房子的整体状态 日干 再去看日干 日干呢 是代表使用此洋宅环境的人 或者是什么 群体 因为你家里面不可能只住一个人 对不对 很可能一家人 几口人都住在这个房子里面 然后呢 年命呢 是具体到住的个人 个人 单独的个人 白虎玄武藤蛇为煞气 为煞气 作为参考 这些呢 就是我们 用奇门去看洋宅的时候 具体要看的什么 用神的状态 如果是说 如果是说 你看到这个局之后啊 是石干生者日干 石干生者日干 或者是说石干和日干 他们俩 又没电 如果是说石干生者日干 或者是说石干和日干 他们的路公五行 比合的状态下 就说明人和住宅 他们的气场是比较的协调的 比较协调的 你住起来也是什么 比较的舒服的 如果是说石干克着日干 也就是说这个宅 这个住宅克着住者的人 说明什么呢 说明住宅的气场对人不利 对人不利 如果是说日干生者石干 人去住者的人去生者这个房子的情况下 就说明这个住宅是比较好气的 你住的时间越久 他反映的这个问题就越明显 还有一种什么状态呢 就是说日干克着石干 住这的人客着这个宅子的情况下 就是人在这个宅子里面 他呆不住 呆不住 也就是说这个宅呢 他不具人气 不具人气 不忘人丁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旁边这个案例 旁边这个案例 这个案例呢是85年的 85年的人来测的 他呢就是当时运气不太好 想过来看一下 想过来看一下 我们呢 就是用这个方法来具体的帮他看一下 第一个我们看谁啊 来啊第一个 我们来看石干 石干是挤 对不对 石干是挤 挤在哪里啊 缩小一点 挤在更宫 挤在更宫 啊 入木 啊 入木 太阴天福星家开门 几家丁 几个丁都是入木的 那入木的情况下 我们就说他有四害 入木就是有隐藏的问题 有隐藏的问题 太阴也是隐藏的 有隐藏的问题 就是第一个 石干代表的是谁啊 住宅 第二个 我们看日干 心 日干代表的是什么 入库 代表的是人 代表是人 是心 心落在 落在迅宫 啊 落在迅宫 空王 空王 又有四害 心在迅宫 临马兴 直伏 新家 物己 天润兴生门 啊 空王 马兴啊 又空王 对不对 人空王了 人空王之后呢 是什么 人空 啊 人 人 人 遇到马兴之后是人走动啊 留不住嘛 留不住人 留不住人 然后我们来对比一下 对比一下 石干和日干 他们俩的状态是什么啊 是不是 日干宫 刻着 石干宫 我们刚才讲啊 日干宫刻着石干宫的时候 是什么 是人刻宅 人刻宅 人刻宅的情况就是说 这个人不喜欢住在这个房子里面 这个宅呢就是什么 不具人气 不具人气的时候也就是什么 不忘人丁 啊 不忘人丁 所以说相对来讲啊 这个宅字 这个宅字啊 通过这两个情况来判断 也就是说这个宅 有问题 这个宅字有问题 然后这是一二两步 看了石干和日干 对比了它俩状态 第三步呢我们再看什么 把这个擦掉啊 第三步 我们来看生门 生门是代表 房子的整体状态 石干呢是代表房子的 现在的状态 我们说石干是几嘛 现在它是隐藏一些问题 只是现在而言 那么它整体来讲 它是不是有问题的 我们要看一下生门 那么生门是落在了迅宫 生门落在迅宫之后呢 我们看啊 星雾 星雾 雾星它们俩在一块的时候 我们直接就说什么 是破财 是破财 对不对 然后呢 锐 天锐星出现了 天锐星是什么 病星 病星 天锐 加个生门的情况下 就是什么 生病 啊 生病 空亡 生门又空亡 生门加空亡 我们说 生门空亡 人丁不旺 又出现了人丁不旺了 综合以上而言 这个房子啊 风水环境肯定是不太好的 不太好的 不然它也不会说是 又破财又生病 它不忘人丁 对不对 然后呢 它实际上就是什么呢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人住嘛 离婚了 不忘人丁嘛 离婚了 一个人住 一个人住 这第三个 看了生门的状态啊 我们再来看第四个 第四个来讲呢 我们就要看这个人的年命了 年命了85年 85年对应的年命是谁 对应的年命是乙木 乙木是不是落在了昆卦 落在了昆卦 乙家心 乙家心物 乙家心物 乙家心 乙家心 在这个格局里面 就是奇门顿家的格局里面呢 我们叫做龙逃走 龙逃走 碰见这种情况呢 龙呢 就是带着家里的男人 男人跑了 是不是婚姻也就不好 婚姻也就不好 然后呢 他又临着九地 临着九地 渡门 九地渡门 九地渡门 九地就是比较低迷 渡门呢 就是受限制 渡门就是 把自己藏在家里 不愿意出去 新家务呢 又破财 运势呢 就是比较低迷 财运不好 又破财 整个运势呢 就比较低迷 昆公呢 他又有技工 昆公他本身就是代表多 又有技工的情况下 他就更多 更多的情况下 就代表什么呢 就代表他的这种婆婆妈妈也好 这种琐事 繁星事 就是一个加一个 就是琐事比较多 繁星事比较多 然后因为琐事呢 他还费钱费力 不太好啊 导致什么 导致他心里面堵得慌 对不对 堵得慌 然后呢 这个是他年命落宫的一个状态 年命落宫也不太好 再去看什么 再去看哪个工位 还刻着他自己的落宫 就是你 大家在看住宅风水的时候 哪个工位 还刻着你的年命落宫的时候 就证明 在这个住宅里面 住宅里面的某一个方位的风水 某一个方位的风水 刻着你 对你很不好 很不有利 那么他自己在昆宫 能够刻昆宫的话 只有两个工位 一个是训宫 一个是镇宫 这两个工位是属木的 那么我们来看哈 第一个训宫 训宫为木 我们刚来讲了 他也是什么 他也是日干的落宫 他也是生门的落宫 所以说训宫来讲还是蛮重要的 但是他空亡了嘛 对不对 空亡来讲的话 空亡来讲的话 就只能说是 整个的这个房子是不利于他去居住的 不利于他去居住的 越住越久 他的身体和他的财运 都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第二个来讲的话 是镇宫 镇宫是谁啊 是藤蛇 鬼家跟天一金修门 OK 这里出现一个什么符号 藤蛇 我们说白虎玄武藤蛇为煞气 所以说相对来讲 镇宫来克他带来的影响 要比训宫来克他带来的影响更为大 更大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哈 藤蛇加修门 藤蛇加修门 是什么呢 藤蛇为灵异性的 修门为修行 修门为修行 藤蛇加修门 我们很多时候把他这个组合 会理解为修行方面的事情 修行方面的东西 带来了一些煞气来什么 来克他 那修门呢也代表卧室 修门呢也代表卧室 卧室里面什么呢 有什么有藤蛇类的东西 或者是修行类的东西 有修行类的东西 有修行类的东西 那我们打开鬼水啊 打开鬼水 到砍挂 砍挂 砍挂是什么呢 砍挂是六合 六合跟家人天冲金门 修行里面啊 有这个要用到发声的 或者是念经啊 或者念咒语之类的 临到六合呢 会影响什么 六合是婚姻嘛 六合天冲金门 在婚姻里面 介绍吵架 发生冲突嘛 会影响婚姻 他这个 他越修行 这个方面的东西 他的婚姻 越差 最后就导致什么 导致离婚了嘛 导致离婚了嘛 他实际上是在干嘛呢 他实际上是在修行 一种 道家的一种访门 那个访门呢 就是要在被子上 用那个铜钱 缝上去 缝上去 一个正法 然后盖着去睡觉 然后平常呢 还要什么念经打坐 念经打坐 然后就夫妻俩 反正就是 经常去发生一些矛盾 直到吵吵吵吵 吵到离婚嘛 然后那个房子到现在呢 也就他一个人住 然后身体呢 也是越来越不好 财位呢 一般 财位呢 就是已经不是一般了 就是越来越差 越来越差 所以说 这个洋宅的风水啊 洋宅的风水来讲的话 其实就这一方面 圣门 食肝 日肝 年命 然后再去看一下 有没有白虎玄武藤蛇 来克自己 来克自己 如果是白虎玄武藤蛇 自己公围来克自己的年命 落宫的情况下 相对于来讲的话 会在这个房子里面 会发生很凶很凶的事情 很凶很凶的事情 那下面一部分啊 下面一部分我们再来看 到了我们的阴宅风水 阴宅风水的预测来讲的话 预测来讲的话 放到我们现在来讲 放到我们现在来讲 嗯很有限制性 因为现在很多都是公墓 很多公墓 很多可以那种操作的方式啊 都已经是很受限制了很受限制 所以说 在阴宅风水这一块 我们可能首先应用就是在挑选公墓 怎么去挑选一个好的公墓位置 啊去使用去使用 这个时候我们就应用很简单 就是我们起出了一个奇门局 起了一个奇门局 对应啊奇门局里面的啊 最好的一个格子啊 最好的格子就是选择一个公位能量最好的 那个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 去对应的方位去找一块这个墓地就可以 那如果是说对于已经有阴宅的啊 来讲的话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死门 石杆和黏命啊 死门呢是代表坟墓的整体状态 石杆呢是坟地现在所面临的情况 又代表会具体发生的事情 预测人的黏命呢是可以判断一下 阴宅对它影响的好坏 然后呢再去参考一下直浮直屎的状态 就是我们这个阴宅它的龙脉和气口的一个状态就可以了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局啊 这个局它是直接去看的应展没有加入这个预测人的信息 所以说我们先看一下啊 用这个来看一下 首先呢第一点呢我们来看一下死门 死门在正宫0到6核任加乙天正星 那任加乙在这里呢我们有格局叫做小蛇画龙啊 小蛇画龙是一个极很很好的一个格局啊 很好的一个格局 然后整个的九宫阁里面呢整个的这个正宫里面呢 它是没有四害的整体状态都还不错 所以说它的这个死门的录工啊状态是非常好的 它的这个阴宅啊整体的状态也是比较好的 而且配合到这个什么 配合到任加乙小蛇画龙这个格局来讲的情况下呢 它是对于预测人来讲是比较有利的 比较有利的而且还是什么有利于后代出什么出贵人 就是一开始做的比较小 后期呢会慢慢慢慢的做大 然后正宫呢还代表什么代表长子 对不对正宫代表长子 所以说对长子来讲啊 就是死门落到了长子的位置 对于长子来讲这个阴宅它是非常重要的 影响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非常非常大的 然后我们再去参考一点这个任呢 还是什么日干 任呢还是日干 我们说这个局当时他没有说是去带入年命再去预测 我们可以用什么去日干来去参考一下这个预测人的啊 这个阴宅对预测人的信息 这个预测人和死门是不是同工了 然后状态又很好 所以说对于预测人来讲啊也是非常非常有利的 也是非常非常有利的 这第一个我们看完了这个死门 看完死门之后呢我们看石干 石干呢是弗尼现在所面临的情况 看他这个现在的情况好不好 石干呢是羹 羹到了砍挂 羹到了砍挂 是什么呢 是藤蛇 羹家丁天津星渡门 也没有死害 但是他的组合 信息组合呢就是很一般 很一般 但是呢这个组合下呢 他也不会发生特别凶的事情 特别凶的事情 所以说线下而言 他的这个坟的情况 还是可以的 还是可以的 一般但是还是可以的 然后这个公位呢 代表的是什么啊 是中男 中男二子啊 中年男子 或者是家里排行第二的这个男性 男性 那么对应这个人来讲的话 他的状态发展呢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啊 不好不坏的啊 不好不坏的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植服 植服呢是代表龙脉 这个阴宅的龙脉 植服呢落在了 植服落在了乾公 乾公呢也没有四害 是什么呢 是植服新加庚天助星商门 天助星啊 这个时候看龙脉的时候 我们重点去参考一下星 天助星啊 在乾公的话也是比较好的 像这种组合下 植服新加庚天助星商门 这种组合下呢 它是比较容易出什么 出五职方面的人物 乾公呢也代表父辈长辈 所以说父辈长辈方面呢 也是比较有什么 比较有啊 可能会出这种 比较有魄力的这种人 但是相对于父辈和长辈而言的情况下 到年龄比较大的时候呢 反而就要注意什么呢 注意一下这个伤灾啊 伤灾方面的情况啊 这是植服 再去看什么 再去看植使 植使是金门 代表是什么 代表气口 我们看一下气口的情况 植使是金门落在迅寺宫 啊 在迅宫 我们来看一下哈 白虎 以物天中心金门门破 出现了四害 又空亡 白虎加金门 金门门破 那现在这种情况下啊 白虎加冲 白虎加冲的情况下就是什么 白虎冲上 白虎上 有白虎冲出现了啊 在气口的位置 音宅气口的位置有白虎冲 金门门破 气口位置有冲煞 或者是什么 有露冲 会导致什么 会导致这个官司口舌方面的信息 官司口舌方面的信息 那这个时候你知道气口位置有这种煞 你就针对性去处理嘛 然后它会影响到哪一方面呢 会影响到训工是谁啊 是长女 长媳 儿媳 那么会影响到啊 长女或者儿媳的这个身体 或者是发展啊 对于他们的事情或者发展来讲呢 就不太好了啊 就不太好 那像这种啊 像这种就是我们去看音宅的一个大体的一个看法 大体呢就能够看出来音宅环境的好坏和能够牵扯到的事情 那到这里呢咱们的这个预测部分就结束了 后续紧跟着呢就会开始咱们的这个高阶课程 高阶课程 那这一部分的学行呢 主要就是为了让大家去牢固基础 然后后面的高阶才是真正的开始 才是真正的开始 所以说呢大家更要去卯足马力全力以赴 那景言呢也祝大家所有成所 景言呢也祝大家 学有所成成有所得 啊 获得神助 风生水起 那今天咱们的课程呢就先到这里 就先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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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